現在早上要把保單要解約 解約然後把錢領出來 然後全部轉給對方 如果他保單全部解掉可以多少錢 198萬 是折合台幣的嗎 所以說他假如全部轉成現金可以變成快200萬新台幣 我就問他 為什麼要解約 然後你就覺得怪怪的 所以說這200萬他還沒解就對了 如果他早上解了之後要轉給對方 接到陌生訊息 他主動LINE你對不對 然後你才加他好友開始聊天 然後他一開始加你聊天 目的性是要交友的嗎 是交友用的嗎 有點像是交友軟體之類的 交友的啦 他是要跟你 有點可憐 勃起你同情 然後交朋友的這種性質 然後希望你 然後這些錢 他是用借的名義 請你轉過去還是怎麼樣 沒有沒有沒有 就透過 透過LINE那些指示我 就說要 要宣傳他號碼 然後租了多少 然後 然後他又轉一個投資的網站給你 讓你進去做投資是不是 一開始是用 感情的問題博取你的信任 之後才又 給你這個投資網址 暗示說不要透露任何訊息 給任何人啊 當然啊 當然啊 不要做廢註 當然啊 因為他就是要讓你減少 讓人家知道這件事的機會啊 你就會更容易被騙啊 當然啊 這是他們的一貫手法